作品十六号 于很多中国人而言,火车就是故乡 在中国人的心中,故乡的地位尤为重要 老家的意义非同寻常 所以,即便是坐过无数次火车 但印象最深刻的,或许还是返乡那一趟车 那一列列返乡的火车所停靠的站台边 熙攘的人流中,匆忙的脚步里 张望的目光下,涌动着的都是思乡的情绪 每一次看见返乡那趟火车 总觉得是那样可爱与亲切 仿佛看见了千里之外的故乡 上火车后,车启动的一刹那 在车轮与铁轨碰撞的况且声中 思乡的情绪便陡然在车厢里弥漫开来 你知道,它将驶向的是你最熟悉 也最温暖的故乡 再过几个或者十几个小时 你就会回到故乡的怀抱 这般感受相信在很多人的身上都曾发生过 尤其在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到来之际 亲人团聚的时刻更为强烈 火车是故乡 火车也是远方 速度的提升 铁路的延伸 让人们通过火车 实现了向远方自由流动的梦想 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坐着火车 可以去往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天南地北 来到祖国东部的平原 到达祖国南方的海边 走进祖国西部的沙漠 踏上祖国北方的草原 去观三山五岳 去看大江大河 火车与空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与时间的关系也让人觉得颇有意思 那长长的车厢仿佛一头连着中国的过去 一头连着中国的未来 截选字 书意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